陛下,有急事禀报,各路诸侯之地传回来急报,大小五十六路诸侯领地中都有大军调动,已经开靶上路,看大军行进方向,是直奔王都而来。 大内情报如同雪花一般不断飞船而来,魏天都心头大惊,陛下,龙腾侯终于要返了。 东方路身躯微微一晃,竟然有五十六路之多,这龙兆风竟然收买了这么多诸侯投向他。 东方路勃然大怒,抽出配件,挥手将面前捉案斩成两段,混蛋东西,我东方一族待他们步驳,为何一个个都烦我?为何一个个都去舔龙兆风的屁股? 探龙兆风,何得何能? 陛下,臣以为,当紧急召见效忠陛下的各路诸侯,让他们速速调派大军,起来秦王,保护江山设计。 东方路如梦出行,忙让内侍传职,宣召各路诸侯进攻听他调遣。 不得不说,东方路作为一国之军,对时局的把握太大意,太被动,总是在小处算计,大处失误。 如今等他恍然大悟之时,时局已经对他非常不利了。 108路诸侯,有超过半数的诸侯,已经明确投靠了龙腾侯。 剩下半数的诸侯,应当还是效忠镇的,就算是四六之数,镇有天独军,成卫军,还有王室亲卫,还有大内高手。 加上朝中大臣养的亲卫甲氏,实力绝不会输给那龙腾侯一方。 东方路在计算着双方的实力,只要剩下的诸侯效忠他,加上王室的那些底牌,又何惧那龙腾侯? 当然,东方路直到目前为止,还没放弃幻想,幻想着不战,而屈人之兵。 只是现实却比他想的要残酷很多。 剩下的那些诸侯,陆陆续续赶入宫中的,也不过是二三十家。 也就是说,还有二三十路诸侯,中立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。 不投靠龙腾侯,但此刻也不听王室调遣了。 中立 对东方路来说,这些诸侯的中立对王室就是灾难。 而这进攻的二三十路诸侯,却是真正东方一族的死党,是铁了心的东方派。 他们也知道,如果东方一族已完蛋,他们也肯定完蛋。 龙腾侯一旦夺权,是不可能让他们继续逍遥的。 他们和王室的利益早就绑复在一起了。 不管他们愿不愿意,必须为王室孝死利。 王室存,他们的富贵就能长存。 王室不存,他们的家族也必然被覆灭。 被后面虎视眈眈,想上位的世家取代。 四大诸侯中,诸雀侯已经明确投靠了龙腾侯。 而白虎侯和玄武侯则投向了王室。 如今,这二十多路诸侯也是对白虎侯和玄武侯马首是瞻。 有这两大支柱力量,让他们多多少少还有点信心。 陛下,龙兆风作乱,已成既定事实。 一臣直言,我们当先下手为强,调遣天都军、成卫军以及王室亲卫和大内高手,将龙腾侯就地镇压。 否则等他们大军一到,王独威矣。 白虎侯言之有理。 此刻镇压龙腾侯,我们的力量不会弱,甚至游游过之。 东方路在思考着,他悲哀地发现,这一战似乎真的不能避免,拖不住了。 他想拖到老祖出关的计划,看样子是不成了。 王兄,龙腾侯的亲卫大闹王都,骚扰迷糊,你难道还坐视不理? 勾玉公主这几天,也是着急上火,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 勾玉,你来得正好,朕正好与各路诸侯商谈。 王兄,再商谈下去,这王都就要变天了。 他们现在搜捕的是江家的人,但何尝不是威慑其他诸侯? 若是江家人被他们搜捕到,各路诸侯心里会怎么想? 就算他们有效忠王室之心,在龙腾侯如此强势面前,他们还会有反抗的勇气吗? 勾玉公主生气,她气王兄不听她的。 在上次龙宁野围攻江汉侯府的事件中,王兄居然撤掉了天都军。 那一步骑走错之后,天平一下子就倾斜了,王室从此就大落下风,失去人心了。 虽然这些诸侯还宣布效忠王室,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忠诚,而是他们的利益和王室绑得太紧,拆分不开。 如果他们有退路,又岂会为王室死战? 公主殿下,江家作为王室臣子,却在关键时刻失踪逃跑,这临阵脱逃的败族却也不必太在意吧。 有些诸侯劝道,勾玉公主凤幕一瞪,什么叫临阵脱逃? 江家独木难知,没有王室庇佑,选择避其锋芒,那是理智的选择。 呵呵呵呵,失君之路,忠君之事。 如果他将封卫陛下,为王国大计,与龙腾侯死战到底,那我钦佩。 逃跑嘛,谁不会。 东方路也是点头。 勾玉,江家所作所为,让朕失望。 朕要镇压龙腾侯,却与江家没什么关系。 勾玉无语,他听了东方路这番话,一颗心沉到了谷底。 他知道,自己王兄终究还是劝不了的。 什么叫江家的所作所为,令他失望,他也不想想,他之前的所作所为,让江家有多失望。 勾玉苦笑,神态凄凉。 王兄,你若要我死战向前,小妹随时听命,这些朝政大事,小妹就不掺和了。 挨大莫过于心思。 勾玉公主从东方路身上看到了一个亡国之君的影子,看到了一个优柔寡断的失败者影子。 勾玉,这个时候,你一定要站在镇这一边,别再胡思乱想,那江城临阵脱逃,你也不必惦记着他了。 勾玉满嘴苦涩,欺然不语,朝外走去。 便在这时,空中一声尖锐的鸟鸣声,接着上空传来一声大喝。 东方路,出来! 是江城! 勾玉的庆木之中闪过一丝惊喜,难道江城终究回心转意,愿意来辅佐王兄,镇压龙腾侯? 是江城! 各路诸侯都听出了江城的声音。 东方路面皮发紫,这江城竟然直呼其名,完全没有君臣上下的讲究了。 苍朗! 一声清脆的金属落地声,撞击在王宫的石阶上。 众人寻声望去,却看到一块香玉金牌,造型独特,正是诸侯令。 东方路,这诸侯令还你。 从今以后,我江家与你东方家割袍断意,再无瓜葛。 江城声音淡漠,驾着金翼剑鸟居高临下,在半空中神威淋漓, 让得东方路以及各路诸侯,隐隐竟然有一种自残行贿之感。 江城,你识君之路,却临阵脱逃,你江家! 东方家族赴我江家在先,尔等若不是瞎子,都该看得到。 别跟我说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,这些屁话。 如今天下大乱,强者为尊,你们有时间跟我废话,还不如好好想想,怎么对付龙腾侯。 江城说完,便要离去。 江城! 勾玉公主心头一痛,眼角含泪,悲泣叫道,这个事真的没有挽救了吗? 算我勾玉求你,再帮我一次。 勾玉公主何等好强之人,出身显赫,修为高强,什么时候听她对谁说过半句软话? 可是此时此刻,她竟然含泪哭求江城。 勾玉,我可以帮你逃离王都这个火海,但不会帮东方鹿这个毒夫。 东方鹿脸上火辣辣的。 江城,你与龙腾侯有血海深仇,就算不帮我东方一族,也该放下嫌隙,共同对付龙腾侯啊。 勾玉公主再度劝道,龙兆风? 哈哈,种中枯骨而已。 此战过后,如果她龙家赢,我自有办法覆灭龙家,何须与东方鹿联手? 勾玉公主五味杂陈,她比这些人都更了解江城,知道此子身上蕴藏了太多的秘密。 她丝毫不怀疑,江城有绝对的实力对付龙兆风,只是事到如今,江城有什么理由帮助东方一族? 江城! 勾玉公主苦涩道,算我东方一族负了你,我只有一个请求,请你把若儿带走,若是可以,请照顾他一辈子。 这个可以,江城点点头,东方鹿冷哼一声,江城,朕何须你照顾我的女儿? 我东方一族还有猪班手段,定然可以镇压龙兆风这个叛贼。 我王室公主,岂是你这山野村夫可以燃植的? 王兄! 勾玉公主大惊失色,王兄这是把最后的路堵死了呀。 果然,江城脸色一沉。 勾玉,你若需要我照顾芷若公主,想办法联系我,我去也。 勾玉身子贪软,颓然坐倒在石阶上,心如死灰。 他对东方鹿也是彻底死心了。 龙腾侯的搜捕行动愈演愈烈,整个王都乱成一团,大街上随处可见尸体横沉。 当规矩失去约束的时候,暴力的因素便会失去控制,将像野兽出龙一样带来无穷的灾难。 王都开始死人,死很多人。 杀人放火,鸡飞狗跳,鬼哭狼嚎,日夜不休。 好在,乔白石安排的地方极为隐蔽偏僻,一时间倒也不愁被找到。 只是照这种方式下去,江臣也是担心,要失殿能否撑得住。 江臣想了想,还是决定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 当下调遣大批金翼箭鸟和银翼箭鸟连夜入城,分了几批,将逗留在王都的核心人马全部带走。 夜色之中,这种空中部队的机动性很强,大约一个时辰后,便将所有人马全部送出。 搜捕行动连续无果之后,终于演变成叛乱。 当夜,天都军与龙腾侯精锐发生第一波冲突。 接着,成卫军内部两个统领宣布效忠龙腾侯,成卫军内部分裂。 随后,天都军一名统领,在宫中执勤时忽然反了,带着部下反沙相王宫,与王室亲卫战成一团。 一夜之间,王都大乱。 而江臣此刻,却是置身事外,轻松得很。 自己的人马撤离王都,剑鸟主力部队也已经尽数赶到。 只要他一声令下,便可以杀入王都。 管你龙腾侯也好,王室也好,一个时辰之内,绝对可以通通镇压。 只是战局并没有僵持太久。 东方路怎么都没有想到,他一向以为铁板一块的天都军和成卫军,竟然都被龙腾侯分化了。 天都军和成卫军内部分裂,让王室这边的战斗力大大削弱。 而龙兆锋为了夺权篡位,暗中做了许许多多的准备,招募了很多高手。 其战斗力竟然丝毫不比王室养的大内高手差。 大内高手被牵制,东方路的底牌就少了一张。 三天后,王宫外围防御被攻破,东方一族与王室亲卫死守王宫核心处,做着最后的挣扎。 而效忠王室的诸侯亲卫也基本被消灭干净了。 各路诸侯退守王宫,与东方一族一起坐着殊死王抗。 王宫外部,离三层外三层已经被彻底包围。 东方一族,危在旦夕。 东方路一夜白头,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可是身为一国之君的他,此刻只能归缩在宫墙之内,做着最后的困兽之斗。 正所谓兵败如山道,如果天都军和成卫军没有被分化,铁板一块的话, 在王都,东方路完全可以与龙腾侯斗个旗鼓相当。 只可惜,龙兆风布局多年,连天都军和成卫军都被他成功渗透。 这么一来,原本僵持的战局变成了一边倒的攻防战。 东方路心头苦涩,他比谁都清楚, 被围困王公之内只能是做困兽斗,撑不了多久的,除非老祖提前处官,力挽狂澜。 高玉。 东方路眼睛通红,朕错了,错得厉害,后悔没听你的,朕知道,不是朕输给了龙兆风,而是朕自己输掉了人心。 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。 东方路此时此刻走到了绝路,才恍然明白,勾玉说的一直是对的。 可是这个世界,没有后悔药可以吃。 勾玉连续三四天的厮杀,也是疲惫不堪。 即便是十一脉真气大师,三四天连续战斗,也是消耗巨大。 听到东方路这番肺腑之言,勾玉公主反应淡漠。 现在说这些,已经迟了。 勾玉,朕知道,你心里也瞧不起朕,事到如今,说这些也没用了。 不管怎么说,你我是手足兄妹,我们骨子里流的,都是东方家族的血。 东方路难得这般情感外露。 你说的对,我今日还在这里血战,也只是为了东方一族而战。 勾玉公主语气淡漠。 唉,勾玉,你可以记恨朕,这是朕自作自受。 罢了,勾玉,事到如今,我只求你一件事,将若儿和铃儿带走,能逃多远逃多远? 只要我东方一族血脉不绝,老祖出关后,假以时日,总能收复江山的。 这是我最后的请求。 妹子,你不能拒绝王兄的这个请求。 东方指若,东方林,这是东方路最疼的一女一子。 逃?现在天罗地网,还如何逃? 勾玉公主满嘴苦涩。 当初江辰抛出橄榄枝,可是却被东方路昏了头地回绝了。 现在大兵压境,王公被围的水泄不通,怎么联络江辰? 再说,现在江辰在什么地方,他勾玉公主根本不知道。 勾玉,你振作一点。 虽然我被龙兆风摆了一道,但是我东方一族,岂能没有一点底牌? 我手中还有最后一张底牌,虽然不足以反败为胜,但要杀出一条血路,掩护你们逃走,还是有四五成希望的。 东方路这话,已经表明了死质。 说出这番话之后,东方路的目光反而清澈了,有着一股看透之后的明雾感。 勾玉,你不必劝我,这是朕造的念,朕用生命去承担。 你以后告诉林儿和若儿,虽然他们的老子是个昏君雍君,但至少还算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。 东方路说到这里,已经微微有些哽咽。 王兄! 勾玉公主虽然懊恼东方路的刚愎自用,恨东方路不听她言, 导致如今这个局面。 可毕竟是骨肉同胞,见东方路如此这般,勾玉公主也是微微心痛。 记住,一会儿趁乱杀出去,我会让魏天都替你们开路。 记住,不要优柔寡断,抓准时间,必须走。 东方路说到这里,手掌微微拍了几下,从黑暗之中走出了八名黑衣人。 陛下,诸位,到了这一步,朕只能请你们一起动手了。 愿魏陛下消死! 这八人竟然是清一色的真器大师,而且是连高玉公主都不曾见过的真器大师。 勾玉,这八死位从八岁开始就一直辅佐我,除了我,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。 东方路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,倒出十粒丹药。 这是大道封魔丸,服用之后,可以让真器大师在短时间内十粒提升一倍,乃至更多。 那八死位二话不说,一一走上来,各自拿一枚丹药吞服了。 东方路目光深邃,凝视了这丹药一眼,也仰头吞了下去。 最后一粒,留给魏天多。 东方路轻轻一叹,你们,都准备好了吗? 愿魏陛下赴死! 那八人语气出奇的一致,带着一股决然之意。 好,一会儿朕亲自上阵,吸引对方的注意力。 你们辅佐我,尽量拖延时间,尽量吸引更多的高手。 天都,进来。 魏天都从门外走路,没有一丝犹豫,将剩下一颗丹药服下。 天都,朕亲自上阵,必定会吸引对方的大匹高手。 你负责冲锋,不管用什么办法杀出一条血路,掩护沟玉公主他们撤退。 魏天都功身领命,只要天都有一口气在,定要将陛下的血脉掩护离开。 东方路点点头,准备一下吧,去把铃儿和弱儿叫来。 半个时辰后,天色渐渐暗淡下来,又一轮黑夜即将到来。 东方路目光,微微从眼前所有人脸庞上扫视过去。 儿等,可愿意为朕决一死战。 愿为陛下死战。 八死魏,魏天都,还有一干大内高手,都是一口同声。 好,就让朕亲自会一会,那龙兆风。 话音一落,东方路身形一晃,率先飞了出去。 龙兆风,你大逆不道,谋反篡位,可敢与朕一战。 东方路一国之君,养尊处优,很少有人知道,他本身竟是一个十一脉的真器大师。 龙腾侯的大军将王宫包围的水泄不通,可谓是胜券在握。 龙兆风的布曲们,已经在构思如何给龙兆风加冕,给龙兆风庆祝黄袍加身了。 嗯,东方路。 龙兆风眼中闪过一丝烟制的杀机。 龙侯,这东方路已经是末日穷途,他腰战龙侯,必定是想做垂死挣扎。 如今我们大势掌握手中,何必与他搞什么单打独斗? 龙兆风微微点头,他万金之躯,虽然不怕和东方路决意死战, 但是目前这个局势,他觉得没有必要。 万一有个闪失,岂飞大大的划不来。 东方路,你别天真了,识相的就体体面面投降。 你好歹也是一国之君,我龙兆风可以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。 如若顽抗,大军启动,一人一脚也将你踏死了。 龙兆风意气风发,试图瓦解东方路的斗志。 龙兆风,你就是这样一个避而不战的懦夫吗? 你若连一战的勇气都没有,如何让诸侯臣服? 如何让天下臣服? 东方路用起了激将法。 东方路,你如今不过是一条丧家之拳, 以龙侯的尊贵之躯,你觉得自己还有本钱和龙侯胆打独斗吗? 燕门侯燕酒庄是龙兆风的忠实铁杆,第一个跳出来叫道。 乱臣贼子。 东方路二话不说,抓起弓箭,搜了一箭,便朝燕门侯燕酒庄射了过来。 谁愿与朕,一刀杀敌? 东方路十一脉真气大师的气势喷波而出, 一箭射出之后,手中连珠箭不断朝龙藤侯这边招呼过来。 随即大手一挥,一柄大刀抓起,身形凌空一跃, 刀芒耀眼,如同龙月鱼渊,要射出夺目光滑,刷了一刀,劈向龙藤侯这边。 随陛下杀贼! 八死卫四左四右,跟随着东方路,如狼四虎般杀了过来。 随即大批的大内高手,也都汗不畏死地冲杀过来。 虽然这些人冲向龙藤侯大军,如同石沉大海, 但是架不住这一个个都是真气大师的修为。 瞬间爆发出来的冲击力、杀伤力还是非常惊人的。 刀光剑影,血肉翻飞。 一个呼吸之间,并有数十名龙藤侯的亲卫被批翻。 杀了他们! 龙藤侯双目一瞪,朗声下令,杀东方路者,封万户侯! 此时此刻,悲壮的一幕出现了。 王室这边,大内高手王室亲卫,一个个带着赴汤蹈火的架势, 如同潮水一般,不断冲入龙藤侯的阵营。 一时间,杀声震天。 魏天都带着三百精锐,长笑一声,杀贼!杀! 长枪舞动,也朝外杀去。 魏天都本来就是十一脉真气大师,服用了那大道封魔丸之后,战斗力迅速提升。 一条长枪如同蛟龙出海,猛虎下山。 枪忙倒倒,一口气挑翻了一大片。 勾玉公主手中仗着短剑,带着东方林和东方芷若, 紧紧跟随着这三百天都军精锐。 他此刻只有一个念头,将王兄的这两个骨肉送出去。 横得怕愣得,愣得怕不要命的。 这三百天都军精锐,一旦拼命,短时间爆发出来的战斗力,简直可以以一当十。 尤其再加上魏天都,这个暴走的十一脉真气大师,更是破坏力惊人。 不多会儿,便冲出了一个缺口。 公主,快带两个小殿下走! 魏天都口中疾呼,长枪如同风魔一般舞动,将身边潮水般涌过来的敌人扫开,刺死。 不好,有人要逃! 龙兆风那边,立刻有人发觉勾玉公主这边的突围意图。 龙兆风喝道,龙儿,雪儿,你们带一批高手,去接住他们,务必不能逃走一个。 是! 龙儿和龙居雪领命。 魏天都确实在拼命,他的招数已经完全不防守,每一下都是凶悍的进攻,破坏力十足的进攻。 而且,他的进攻每一下都追求着将缺口打开,只需要一条缝隙便足够让勾玉公主他们趁乱溜走了。 眼看,离外围的大街只有几十米之遥了。 虽然一个个都拼命,但是三百精锐的数目在这大军面前终究还是太少了。 很快,魏天都身边的精锐卫士一个一个倒下。 虽然他们倒下得很勇敢,很悲壮,每一个人都至少杀了十倍之数的敌人,可是这潮水一般的大军还是不断涌上来。 只是魏天都凭借强大的破坏力,终于冲出了一道缝隙。 长枪晃动,连续划出几道真气环,将周围二三十米空间内的敌人尽数扫开。 公主,走! 唯一的时机终于出现了。 魏天都身上连连中刀中剑,鲜血不断飙射出来。 大大小小的伤口已经将魏天都染成一个血人。 可是,魏天都此刻脸上却挂着一种悲壮而满足的笑容。 来吧,来吧,来杀我! 魏天都疯狂叫喊,我要你们一个个都死! 十一卖真气大师的搏命架势果然惊人,缺口进一步扩大。 勾玉公主一手拉着一个真气运足,嘀嗑一声。 走! 双脚一点,身体飞跃而起,带着东方林和东方芷若跃出了战圈,飞快朝大街外奔去。 魏天都一人一枪横在大街前,左右连撞,将追击的十几个龙腾侯府精锐一一刺死。 便在此刻,虚空中一道轻盈晃动,仿佛一阵微风袭来。 青香飘动,青山舞动,一柄如同毒蛇一般的剑,斜斜刺入魏天都的右边内部。 偷袭之人,却正是奉命而来的龙居雪。 魏天都? 死吧! 龙居雪目光冷漠,葱壁一抬,剑芒上扬,带出一条长长的口子。 从魏天都的胸口划出来,连五脏六腑都带了出来。 魏天都满口喷血,双目瞪着龙居雪惨笑道, 你就是那个祸害,那个所谓的咸天青鸾之体,老子跟你同归于尽。 魏天都也是彪悍,气脏都流出体外,长枪一丢,双手倔强地朝龙居雪抓了过来,试图将龙居雪孤住。 哼,垂死挣扎。 龙居雪身子一晃,刷刷两剑,将魏天都的双臂卸了下来。 魏天都唬吼一声,断了双臂,物字不肯罢休,一个虎扑张大嘴巴咬向龙居雪。 只是这般伤势的他,又如何奈何得了龙居雪这个少年天才? 剑气如霜,从魏天都脖子上闪过,一颗手急冲天而起。 龙居雪冷漠喝道,手急收了,明日销售示众。 那边龙二则带着几个真气大师朝沟玉公主逃跑的方向追去。 如果沟玉公主没有带着两个人,以她十一脉真气大师的修为,逃出了战圈,就完全有机会逃走的。 不管是龙二还是龙居雪,又或者是其他真气大师高手都留不住她。 可是带了两个人,加起来二百斤,这显然大大降低了她的速度。 还没走出一条街,便被龙二他们追上,双方距离已不足两百米。 高玉,我敬你是个人物,停下脚步,我留你全尸。 龙二喝道,放肆。 龙居雪从后面也追了上来,娇斥道,龙二,谁给你权限清许诺言? 这女人,我父侯点名道姓要的,岂能让她痛痛快快死? 高玉,你主持潜龙会事的时候不可一世,可想到今天。 龙居雪冷笑连连,本小姐要将你估值全部拿下,将你们估值两人的衣服扒掉, 让全王国的男人都来瞻仰一下你们的玉体, 然后找一百个王国最脏的男人,一个一个伺候你们两估值。 龙居雪语气之中,透着一股与她年纪不符的狠辣阴毒。 姑姑,放下我们,你快逃,以后给我们报仇。 东方林叫道,姑姑,你快逃,找江城去。 东方纸若这个时候,还是忘不了江城, 她觉得这个世界上也只有江城能够救她,救她的姑姑。 逃?往哪里逃? 龙居雪一打手势,龙二和六七个真气大师加快速度冲了上去。 一百米,五十米,三十米, 越来越接近攻击范围了,便在这时,夜空之中,那尖锐而又熟悉的提名声,再度划破夜之苍穹。 一声,一声,两声,轻而,仿佛汇聚成无数声,汇聚成提名的海洋。 金色的光芒破空而来,带着让人惊记的气势, 破空之剑,如同锁命的符文一般,射向追击的人群。 当场便有两名真气大师猝不及防,被这强势的箭矢射翻。 勾玉公主原本已经闭上眼睛,准备受死,一颗心已经绝望。 听到这熟悉的提名声,突然心中一热,仿佛溺水之人,抓到一根稻草一般。 他知道,自己安全了,救星来了,丢上来。 江臣俯冲而下,对着勾玉喝道。 勾玉公主一手一个,忙将东方林和东方芷若,抛向高空。 江臣一个手势,两头金翼剑鸟横着冲过来,稳稳接住。 又有一头冲向勾玉公主,勾玉双脚一抬,也跨了上去。 上了金翼剑鸟的鸟背,勾玉公主心中高悬的一块石头,这才放了下来。 江臣! 龙居雪仗剑杀道,看着横空杀出的江臣,眼中射出凶狠仇恨之芒。 是我! 江臣弓箭一抬,对着龙居雪便是一剑。 这个女人比龙银也还狠毒,不可不除。 不过,龙居雪显然对她的弓箭早有提防,身子一闪,跃到一棵大树后面,银牙一摇。 江臣,你倒行逆施,是要与我龙家顽抗到底吗? 龙居雪,你龙家派人刺杀我父的那一刻, 就注定你我两家是不死不休的结局。 无尽地窟里,你勾结追命暗门的人没能杀死我,是你错过的唯一机会。 今后,你龙家就等着我无穷无尽的报复吧。 江臣说完,口中一声尖笑,招呼几头金翼剑鸟,便要离开。 东方纸若哭着羊求道,江臣哥哥,求你救救我父王。 江臣目光淡然,望着王公方向,轻叹一声, 唉,迟了,确实是迟了, 因为龙腾侯带着大军已经朝这边涌过来, 显然,王公那边必然是大局已定。 看着黑芽芽如潮水一般的大军逼近,江臣招呼一声, 狗玉,走。 狗玉公主心如刀绞,也知道王兄必然已经陨落, 强忍着心中悲痛,引着东方纸若和东方林离开。 江臣! 龙兆封的大军也终于杀到。 这是我龙家与东方一族的恩怨, 你不是宣布和东方一族割袍断义了吗? 为何还要插手? 龙兆封不愧是一代枭雄, 这个时候竟然可以压住沙子的仇恨与江臣这碗说话。 我江臣做事,用得着你来教吗? 江臣冷笑一声, 虽然下面黑压压的大军如潮水一般涌来, 但是江臣何惧? 哼,我还以为你江臣多有骨气, 终究不过是东方家族的一条狗罢了。 只是东方一族,值得你效忠吗? 龙兆封手臂一扬, 手里抓着一个人头, 夜色之下显得极其阴森。 这是东方鹿的手机, 这就是你要效忠之人的下场。 今日你娶他手机, 明日自有别人娶你手机, 就像你儿子一样。 江臣吃笑一声道, 龙兆封身体一晃, 差点没有再一口老血喷出。 这江臣油盐不尽, 激将法完全用不上啊。 王兄,父王。 勾玉公主和东方芷若, 看到这一幕都是肝肠寸断。 江臣冷喝一声, 赶紧走, 再不走你们也走不了。 龙兆封大喝一声, 弓箭手, 给我射, 杀江臣者, 野风万户好。 龙兆封对江臣的恨, 可不是三言两语能够接过的。 这时, 江臣哪里会给他这个机会? 紧一剑鸟轻轻松松, 拨开那些射上来的箭矢, 潇洒地刺破叶枝苍穹, 远远消失。 追! 龙兆封怒不可遏。 刚刚杀掉东方路的欣喜之感, 被江臣这么一闹, 顿时冲掉了七七八八。 杀不掉江臣, 就算黄袍加身又怎样, 就算九五之尊又怎样。 连儿子的仇都报不了, 终究还是不解气。 龙兆封, 洗干净你的手机, 早晚我来取之。 浩渺的夜空之中, 江臣冷漠的声音, 仿佛自天外传来, 飘飘忽忽, 神秘难寻。 什么叫憋屈? 龙兆封此刻的心情就叫憋屈。 他龙兆封一辈子横行霸道, 一带枭雄, 如今连东方异族的江山都落入他的手中。 可是, 他却拿一个少年人无计可施。 耻辱,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耻辱。